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帕帕熊 我是大酸梅 我是阿芝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我觉得在看漫画之前 要先跟大家说 有没有发现 今天是难得的帕帕熊 出现了耶 帕帕熊欢迎 大家好 我是海雪的帕帕熊 给我出去 今天我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漫画 这部漫画的书名叫做 图书馆之主 是由动力出版社出版 目前出了六集 只是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出完了 好这我们先放到一边 那在日本那边呢 他是翻文社代理 那日本已经十五集完结了 难过 难过 对 作者叫做小圆 那个 小圆海春吧 对 总之就是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作者名字应该叫做小圆海春吧 对 对 总之 他刚开始其实是不定期连载啦 那到最后就集结成册 所以在日本出了十五本 可是 对 就是 毕竟会被我们推的就是比较冷门的作品 所以这部作品呢 他在台湾就只对断尾了 就直到第六集 可是我觉得这部作品一定是喜欢阅读的读者 一定都会非常心有戚戚烟 而且非常感同身受的一部作品 我觉得从书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就是一部关于图书馆的故事 只不过他这个图书馆很有趣 他是专指儿童文学的图书馆 嗯 是 故事的场景主要是在一个叫做 立奎儿童图书馆的这间图书馆 那主角就是在里面当图书馆馆员的玉子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玉子柴这个名字 然后怎么知道他到了另外一部作品 你怎么会是第一次看到 明明就月刊少女野奇君里面就有 这部比月刊少女野奇君更早出现啊 可是不 我觉得 我觉得主角应该是公本光一吧 那个上班族 是吗 我一直以为算玉子柴耶 应该是公本 不过没关系啦 因为有一些故事封本没有出现啊 但是基本上玉子柴都会出现啊 也是啦 因为是用这个上班族的视角 先来带出这个故事 嗯 而且封面都有玉子柴啊 你说他不是主角是不是有点过分 好哦 怪怪 那总之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图书馆 那在讲这个馆员 同时还有身边一些其他的馆员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公本光一这个上班族 这他们在这间图书馆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虽然说发生了很多事情 可是故事都会绕着儿童文学打转 所以最有趣的就是你如何看着这个漫画家 他同时描述一个你生活周遭会发生的故事 同时融合了其中他想讲的某一个儿童文学的故事 儿童 对 所以你要说他是借由那种张回式的小短片 然后来一一带出推荐大家去看那些冷门的 那些儿童文学作品的一部漫画 不过其实以及说冷门的儿童文学不如说 现在其实除非真的去研究儿童文学的人 对于童书看的很多人其实不多 我觉得一部分是现在的可以阅读的管道很多吧 或者是娱乐的管道很多 所以大家不是就主要集中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看那个童书应该看的也少了 我现在每次都看到小孩子就低头拿着那个手机 那边疯狂的那边打手游 我看了内心就有种 你看点文字嘛 不然看漫画也好啊 等等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怪他们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的是要拿一本书带在身边 有时候就很不方便 虽然说我当然会希望他们年纪小的孩子 可以多看点书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觉得手机的游戏 刺激那种刺激感感官的刺激跟就是方便度还是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也便宜啊 对啊 手机游戏甚至还不用钱 而不像那个童书或是绘本吧 我觉得绘本可能看的人比较多 但是绘本贵死了 真的 虽然我觉得它是有那个价值 对才需要图书馆吧 对 图书馆太棒了 图书馆的绘本其实也经常被翻得破破烂烂的 有时候也是蛮害怕说 大家不知道千手万手摸过的书 然后有些小朋友都喜欢去舔书 对 对 真的 我是觉得说像图书馆的书啊 小朋友爱习书比较难 尤其是像有些书籍 虽然我是觉得一本书能够被翻得破破烂烂 其实对书来说是好事 也是很棒的 但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实在非常的困扰的 是 真的 另外 啪啪熊这边想要提一下 其实 可能会小小 不知道算不算小小的牵涉到剧情 就是有关这一个 利奎儿童图书馆成立的缘由 其实还蛮 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对 真的 因为小手穿 应该说 利奎儿童图书馆是一个叫做小手穿奎 因为他名字有奎 所以这个图书馆才会叫做利奎 然后这个小手穿奎 女士 就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啦 因为他是创办人嘛 图书馆创办人 所以这个是私人 私立图书馆 一般来说 我们对图书馆印象 好像都是公立的 公家的 对不对 可是 日本好像也有不少这种私立图书馆的 嗯嗯嗯 然后都蛮有特色的 对 没错 我觉得很棒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地方 像是一些社区 社区也有建一些那种社区图书馆 或者是儿童馆之类的 也是图书室 其实嗯 我会觉得 就是我觉得私立图书馆 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是你要维护一整个图书馆 如果你的馆藏量不大 可能来的人会少 可是如果你的馆藏量大 或者是整个 呃 腹地可能面积很大 那你要管理的人就要变多 所以加上什么水电费啊 再加上人事管理费啊 通常真的不是一个私立的设施 是可以去运作的一种方式 就我现在除了宗教 宗教的集团 他们创立的图书 私立图书馆以外 我我也没有看过 其他的私立图书馆 没有啊 像漫画博物馆那个 哦对那是国家的哦 嗯 对啊 我有去过那个 大家虽然没说过的那种 就是庙 就是那种庙宇所新建的图书馆 而且那个图书馆很有趣 它里面都是收宴卿小说 我有点忘记是在台北的哪一个 就是那个也是朋友带我去的 他就跟我说 诶那个里面都收 就是言庭小说家漫画 然后我就想说 天呐这是哪一个 庙宇实在是太有趣 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哪一间 听起来好棒哦 真有趣 真的 对啊 那如果你要说私立图书馆 在我的脑袋中 我比较能够想得出来的是 台北有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是漫画名 你应该多少会知道的一个叫做 漫画Seek的一个地方 那他那边真的是 虽然说对了 他是要钱的 可是 我觉得他们的收藏非常棒 大双美带帕帕帕熊去过 诶 等一下 跟大家打扰一下 我们是不是忘记 我们应该推荐图书馆 这种漫画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我们现在就是在讲那个 成立私人儿童图书馆的艰辛这样 对 不过对啦 就是我觉得 私立图书馆应该是一件 蛮辛苦的事情 不过在故事中 他其实没有讲到太多 是不是私立的图书馆 很辛苦 因为感觉那个女士非常有钱 但是重点就发生在 对他很有钱 但是这感觉是 我觉得这部作品最重要的 其实是 他里面的故事 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深远 每一个故事都是 而且饱含他的寓意 而且深入浅出的 去用每一个儿童文学 这种书中书 你知道这个漫画书中的书 去影射每一个 每一个小小的事件 然后对话用词也很浅白 所以 然后可是很精辟 所以我觉得他们 他特别选的这一个故事 常常会去投射在 他们发生的那些案件中 我觉得都很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 一个 的一种手法 我觉得很棒 我真的很喜欢 那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主角 主要视角 应该是这个里面 儿童图书馆的这个图书馆员 叫做玉子柴嘛 那他是一个 看起来蛮朴素 然后戴着眼镜的男性 魔孤头 他讲话都 讲话其实都相当的不客气 真的 其实也有点毒舌 对对对 不过他好像对小朋友比较好 但对成人以上就会很冷淡 没有他对小朋友也没有很好 真的 可是小朋友都蛮爱缠着他 对这件事就是里面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 因为他里面的解释是说 因为玉子柴对小孩子很直接 对 就是他不会故意很 很委婉的去讲一些 很隐晦的东西 他对小孩子都是直来直往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把小孩子 也视作一个成人 一个人啊 成人对待 他不会说因为你是小孩子 所以就是给你 特别待遇 对 就是他也是把小孩子 视作一个成人在对待着 嗯 对啊 那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重点是 就我觉得 虽然他的态度常常不客气 可是读者也会很喜欢他的是 其实他常常 他不会带着很多偏见去看人 然后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会选出一本 很适合你的书 我觉得这点超棒的 超强 诶 这就是大酸梅啊 哦对 大酸梅打工的时候 就会做这种事 真的 我那时候在图书馆的柜台打工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人问一下 说大概什么样的书在哪里 我就说 哦 你就从这个楼梯走下去 然后走到后面 大概第七八排 右手边之后 那一排走进去 左手边 大概在中间 视线可及的范围 就有你要的书 就那一类书在那边 各位听有 听得懂大酸梅的引路 知道吗 没关系啦 那个是没有在那间图书馆里面 不知道的 但是就是 就就就 就我那时候 因为我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很喜欢图书馆嘛 所以我就会在 尤其大家来借书 大部分都是借故事类的书 那我在故事类的那一区 就会打转的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我会知道 哪边是推理小说 哪边是奇幻小说 哪边是漫画 那哪边是什么 这样 然后而且我还会推坑哦 就例如说他借了这本书 我就会说 那你要不要再借借看其他书 所以这个 我应该说 任何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啊 都会有这种癖好吧 就是推别人 有趣的作品的时候 是最令人开心的 还有找到有趣的作品的时候 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没错没错 就是很喜欢 就看看书 甚至就是只要走到有书的地方 闻到书的气味 你都会觉得一种 心里非常平静的感觉 嗯 那关于这本图书馆之主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 要特别推荐的地方吗 哦 我很喜欢他的对白 他的对白真的很棒 因为像例如说 在第一话中 郁子才他就跟公本书 他说 他们挑到了一本 他公本自己觉得很棒的书 然后郁子才就说 他说不是你选了书 是书选了你 嗯 对 对对对 嗯 嗯 对啊 其实 挑书的感觉也是这种 对我来说啦 我自己看书的时候啊 我并不会说 我可能会有 哎 我想要看这本书 但是我并不会那么的 有强烈的执念说 我一定要找到这本书来看 因为我有个想法是说 当如果我真的 想要读这本书 或者是 时候到了 我自然就会读到这本书 我一直来都是这样 可能就是时间可能过了两三年 或四五年 甚至可能十年之后 但对我而言就是 我会读到这本书 我就是会有机会读到它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情况 你们会有这种现象吗 就是 有啊 我都会等到那道光出现 我才会去看 就是那道光 对啊 时后到了 就是该看了 对没错 时后到了 该过桥了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 真的很像是 应该说 遇到一本书 就像遇到一个恋情嘛 就是你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就是适合你的书 嗯 我的理念是这样 嗯 我跟酸梅有时候 喜欢的书不太合呢 不要这样 但是 我觉得重点是 只要故事好 基本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 你长大之后 你到了某一个年纪 你小时候 你可能觉得 这本书可能不好看 或是你觉得你看不懂 结果他后来 还是会 在某个阶段 让你觉得 天哪 这怎么是一本 很棒的书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觉得 有时候要 天时地利人和 对啊 像 我觉得小王子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现在长大之后 我才比较能够看懂那本书 所以我就觉得 你当初把小王子当作童书 在推销的到底是谁 他明明就是成人会本 对啊 其实我看图书馆之组 最后面 就是书末 他们就是 有提到说 作者去 有去国立国会图书馆 国际儿童图书馆 去取材 就 有机会去日本 所以那时候 啪啪熊就决定说 有一天 如果我有去日本 那我就要去拜访一下 那间图书馆 然后就亲自去看了 觉得哇 好棒 藏数量很多吗 对啊 而且他们有收集 各国的儿童绘本 所以我在里面 也有看到台湾出的绘本 真不错耶 真的很棒 我那时候是去京都的漫画 国际漫画博物馆 所以他那时候也有收 就是一些不同语言的漫画书 所以 你看到的时候 真的也觉得 哦好棒哦 而且他的藏数量也非常多 你可以 可以去那里 几乎就从头看到尾 从早上看到 下午 免费的漫画 台湾也有漫画图书馆啊 不要这样 嗯 在哪里 还没开 有啊 那个 北市图的中轮分馆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就有时候六日 就会搭公车 然后去那边 然后就看一整天 耶 听起来 听起来真好 没有啦 因为我们家附近 就没什么这样的图书馆啊 哦 但是其实现在图书馆 我觉得买的漫画 越来越多了 我也是对于这件事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图书馆认同漫画的一种方式吧 不然以前小时候漫画真的是霹雳无敌爆炸有够少的 就是被当作不入流的东西啊 不过也是因为以前有租书店可以看 现在其实租书店就基本上一间一间收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对啊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时候图书馆的角色除了从提供一本书以外 我觉得更走向了有点类似收藏那些大众可能已经买不到的书的 这对这么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地位 嗯 但是我还是希望图书馆尽量还是像这个漫画中的那一种 以亲切为主 就是你只要去那里 然后图书馆员可以帮你挑出一本好书的那一种 不然的话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我去的图书馆 他们的图书馆员从来不会帮人推荐书 他会说电脑在这边你自己查 啊就公务员啊 哈哈哈哈 没有现在有很多好像说地区的那个图书馆会外包给外面 因为他们自己公务员的就是人手好像也不够 嗯 这也是大概台湾的问题啦 嗯 啊对啦 但是嗯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图书馆之主 虽然说目前台湾才五本 但是也有六本 这本图书馆之主目前是六本嘛 那可能有点难买了 应该绝版了 不过如果早早二手拍卖或许还是有的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 相当的有意思 对 啪啪熊把15集都买 对 而漫画里面推荐的那些儿童读物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接触一下 我想这样做的会很开心 真的 我是蛮想提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 就是在里面其实角色们就有说过 他说图书馆只要有书就好了吧 但是主角就说 他说你说的不是图书馆 只是放书的箱子 所以我觉得图书馆其实有它存在非常棒的 就是棒的存在的意义 所以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看这部漫画 或者是去有买下这部漫画图书馆 看看这部作品 对 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大庈 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